國內第五波新冠本土疫情升溫 疾管署預估農曆春節前一週 就會達到高峰 也讓新冠疫苗出現強打潮 不過現在卻傳出 Novavax XBB點一點五 疫苗大缺貨 疾管署表示 先前因為異常捕獲十六點五萬劑疫苗 現在正在食藥署封肩檢驗 最快下週二就會配送到醫療院所 國內第五波新冠本土疫情升溫 三個多月以來 累計超過五百例新冠死亡病例 讓新冠疫苗出現強打潮 不過現在卻傳出 去年底到貨的Novavax SBB點一點五疫苗大缺貨 民眾想打也打不到 基層診所預約打疫苗的名單 已經寫了好幾頁 不僅診所沒有疫苗可打 臺北榮總 臺大 新光等醫學中心也陸續在官網 發出公告 本週五十九號起 暫停預約接種Novavax SBB點一點五疫苗 對此機關署表示 Novavax SBB點一點五疫苗 到貨四十六萬多劑 其中十六點五萬劑不合格 已經要求換貨 目前廠商已經不見送貨來臺 正在食藥署進行封肩檢驗 預計週五放行 最快下週二就會配送到醫療院所供民眾接種 疾管署預估車播疫情將在一月底二月初達到最高峰 每日確診上看一點五萬人 呼籲符合資格民眾 儘快接種疫苗 而根據統計 XBB疫苗累計已經接種一百零八點二萬人次 其中莫德納有一百零四點四萬人次接種 Novavax有三點八萬人次接種 兩種廠牌均安全有效 十二歲以上民眾請擇一接種 六個月以上到十一歲兒童 則僅限接種莫德納XBB疫苗 記住 蔣東翔 泰國島 Novazn